每天教会都有自己的历史 在上两节课让我们回顾到宣信自己的历史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宣信也会有我们在回顾的过程中 充满了感恩和赞美 我们的教会历史课程摆到了一个尾声 或许有人会问我们说 是否有个简单而要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总结这过去500年的历史 也许我们可以借着这那鼎鼎有名的五个维读 Five Solars 来自于拉丁文Solius 意思就是唯一维读的意思 我们通过这五个维读 来更准确的来概括家文主义 改革家的思想 让我们一密的来思想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维读 唯独圣经 这是抗罗宗的想法 唯独圣经的权威 唯独圣经的权柄 但是如果你走进天主教的思想里头 不仅仅是唯独圣经 还有加上传统 如果我们再次忽略圣经的话 将会会回到那黑暗的时代 那错误的时代 那败坏的时代 唯有圣经是我们生命中的权威 因为他是神的话 确实改革家是这样的来看待圣经的 因为圣经是神的声音 在这个世界上严格的来说 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必须 服在圣经的权柄底下 教皇也好 信条也好 科技也好 政府国家领袖们 都必须服在神的话语底下 因为他是神所默示的坏 为什么圣经对我们基督这么重要呢 因为神自己说 圣经都是神自己所默示的 为要做教训的工作 责备的工作 使人归正的工作 教导我们学义的工作 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但是你和我知道 在这个世代恰恰好相仿 圣经其实他的权柄 在我们生命当中 越来越薄弱了 先就姐妹们 让我们回到改革家的时代 让我们像他们一样 看重圣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 不仅仅是这样 我们也看重圣经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可靠性 的无物性 让我们相信 圣经是神那特殊恩典的管道 让我们再次 像他们一样的来 让圣经做我们生命中的那权柄 这是第一个维读 来到第二个维读 是维读基督 Christ alone 如果你走今天主教的世界里头 不仅仅是基督 而是基督加上玛利亚 再加上圣徒们 但是今天就姐妹们 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第三章 23节到25节 这里这么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成语 神圣利耶稣基督 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凭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我们是借着耶稣 凭着耶稣 来到神的面前 因此改革家是正确的 我们是唯独耶稣 耶稣是圣经的根基 耶稣是圣经的中心 耶稣也是圣经的义 唯有耶稣能拯救我们 玛利亚不能救我们 圣徒们不能救我们 传统不能救我们 科学网络也不能救我们 救助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回归到圣经里头 让我们回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否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 你会发现我们会越来越想 听到世界这样的一个信息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 他这么样的感叹 他说这年头我们的时代 摩登的时代 轮船的是什么 轮船的是一个没有愤怒的神 要带领没有罪的人 进入没有审判的国度 通过没有十字架的基督 今天就讲完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回到圣经里头来相信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 唯有相信圣经 唯有像这改革家们一样 来到第三个围读 唯独信心 听主教怎么看这第三个围读呢 听主教看第三个围读是 信心再加上行为 Faith plus works Faith plus merits 不过 亲爱的兄弟们 马丁路德自己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季节 那里很直直白白的让我们看到 因为神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 这意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依人必因信得胜 亲爱的兄弟们注意听最后几个字 圣经告诉我们 义人必因信得胜 并不是义人必因信而行为得胜 因此圣经很直接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信仰 我们这信心是从神而得来的 百分之百恩典 百分之百灵敏 因此保罗在这以福所书第二章第八节 保罗怎么说 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 这个信心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前教寄里面你看到吗 这个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 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 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祂的面前 不是信心再加上行为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维读 我们来到第四个维读 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听主教的世界里头的时候 这个恩典其实是一个赚来的恩典 所以因此我们说恩典再加上积德 恩典再加上做好事 你才对你的救恩有把握 不过今天就给你们这里有个讽刺 什么叫做恩典呢 什么叫做恩惠 恩典恩惠这个观念 是告诉我们这是无条件的 这是白白的来的 This is unmerited 所以这个恩典如果是赚来的话 那就不是恩典了 不过神告诉我们 他施恩与他的仇敌 就是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 神与恩慈待我们 所以因此改革家提醒我们 改革家会提醒我们 这第四个围图 围图恩典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围图 第五个围图 围图荣耀 围图荣耀神 Glory to God alone 但是在天主教的世界里头 当然他们会同意 我们要荣耀神 不过与此同时 我们要荣耀圣徒 与此同时 我们要荣耀教会 但是今天这些人们 圣经很直接地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或吃 我们或喝 神都要我们学习 来荣耀祂 所以因此在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 这还是我们时代的挑战 这年头或许我们没有想要荣耀圣徒 或许我们没有想到要荣耀教会 或许我们可能不像天主教一样 不过但是在我们的世界里头 我们仍然不想荣耀我们的主 不想照料我们的主 不想看重我们的主的话语 甚至我们喜欢高举科技 我们喜欢高举我们自己的自由 我们喜欢高举金钱 我们喜欢高举名誉地位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们喜欢高举某一位网红 influencer 我们想高举某一位明星 celebrity 但是前途这些人 这是得罪神的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快快地回转 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智 为什么呢 因为一天你和我 我们都要见主的面 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主要我们这五道问题 他会我们说 你一生你看中我的话 第二道问题 你一生你靠我 你一生你相信我 你一生你感恩于我 你一生你荣耀我 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 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来回答这五道问题